你今天是想要一个比较素雅平静的搭配 享受平稳然后温和的生活 还是想要一个缤纷色彩充满正能量 享受缤纷活力带给你的快乐与满足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花园小学堂 我是Hana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多巴胺花艺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多巴胺花艺的灵感呢 是因为最近非常流行多巴胺穿搭 这是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提出来的 他认为我们穿着缤纷亮眼 而且色系大胆的服装是可以刺激大脑 分泌多巴胺然后改变心情的 从色彩学的角度上来讲 颜色和情绪确实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鲜艳的色彩可以刺激我们分泌多巴胺 增加我们的快乐情绪 提升我们的正能量 先从素雅不是多巴胺的配色来开始 今天会从这个绿色的大康 它是一个不浓不淡中规中矩的绿色 那我们就搭配一支 一样是白绿色的小橘 接着搭配一支白色的国产水仙百合 蕾丝花 整体就会是这样子非常素雅的感觉 如果我们一般不刻意去考虑的话 就可以做出像这样子的柔和搭配 然后在这里面加一点点 雾雾的鲑鱼色的星辰 那擦起来就会是像这样 整体就是典雅素雅的感觉 那我们同样这支中规重矩的绿色康乃星 想要做出一个多巴胺配色的话 我们应该要怎么选呢 首先我们可以先搭配一支荧光绿的小橘 跟刚刚的氛围就会完全不一样 它就会变成更浓烈的绿色 通常我们在做绿色 然后你想要做一个鲜艳火锅的对比 让这个颜色整体更突出 你就可以选粉红色 所以我一样选择了一个 充满荧光的粉红色太阳花 淺粉色的单半截梗花 这种小花包然后节节上升充满活力的感觉 会再搭配一支浅粉色的乒乓橘 在整个作品里面的色系比较柔和的一方 因为如果全部都是荧光色的话 会太过于鲜艳 所以我们会再调一点柔和的粉色进来 最后我会再加一点小配花 是羊柑橘 它是带有一点白色跟黄色 那因为有了羊柑橘的关系 所以它整个作品里面已经带黄色了 我们想要再提升鲜艳度跟活泼度的话 就可以再增加亮黄色的花材 亮黄色的太阳花 我们一样会使用同一支花 其实但是刚刚的咖啡色已经太复古了 所以我们在做缤纷亮眼的颜色 我们就选择白色的 我会先放一些叶子进去 然后我们会先从小菊开始擦起 会碰到瓶口或者是水的花跟叶都要摘掉 所以让它倒一边 接着是乒乓 接着是大康 接着是大康 我们就把组花都先放进去 大枝的花 让你的布点更明确 然后我的太阳花 我会希望它跟这个乒乓在比较靠近的地方 增加粉红色的提亮 跟这个荧光色做对比 好那接着就是单半的羊柑梗 它可以剪成两枝 我们就在它的整个作品里面陆续加入更多的粉色 再加入羊柑橘 然后我们把叶子剥掉 会挤在下面的花要剪掉 羊柑橘它会这样四面扩散开来 所以我们就从中间插进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加入亮黄色的太阳花做一个最后的亮点 选一支线条弯曲漂亮你喜欢的太阳花 完成 好那我们在最后给大家看一下两个作品 色彩的搭配是不是真的影响情绪非常多 那你直接去搜寻关于多巴胺的这个资料 你会发现不管是像是进食啊 从事你喜欢的活动啊 运动或喝水 都可以让你刺激多巴胺 然后让你得到这种快乐跟满足 所以其实不管你喜欢哪一个 你只要去从事你热爱的事情 它就可以为你带来幸福快乐的疗愈力量 那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不要忘了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给热爱花草的朋友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拜拜